NBA民宿杰森基德接受了记者的采访,谈到了自己为两次为独行下效力的经历,我认为这是很有意思。 基德说,我的生涯是于达拉斯,并且我认为也忠于达拉斯,虽然我在纽约也打了一年,达拉斯是我的生涯的重要一站,我认识到,你无法立刻和一只年轻的,自负的球队赢球。 我当时得到机会为名人唐吉别的教练Dick Motter效力,没有比这更好的情况了,只是我们当时太年轻,另外,也有些生意上的因素,而在重返达拉斯后,库班成为老板,我先是得到机会为埃弗里约翰逊打球,之后又得到机会为领克卡莱尔打球,并且最终成功夺得了NBA冠军。 这件事的结局有点意思,因为更衣是不合,基德在1996年,被独行侠交易到太阳,而在2008年,他重返独行侠,并最终帮助球队在2011年夺冠,编辑《流浪的光》。